中国人最忠实的理解应该是一个内心的 应该是一个传承的 我是来自云南的设计师刘宗亚 设计师刘宗亚 业余和川美术学院 云南省室内装饰协会设计师分会理事 专注三大尊重 一方人文空间设计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房子 它有一个特点 会有两个客厅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空间使用的时候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需求 整个房子的主人 他可能喜欢交朋友 然后的话 在这样子的一个会合厅里面 他可以和他的朋友 进行一个参快的一个沟通 交谈人生的一个分享 在这个空间里 刘宗亚将客厅分成了两个区域 一个用来跟朋友客人交流沟通 另一个空间则是更为私密的家庭室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厅呢 是属于交人的 我们的父母 小孩 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里面 一教人可以得到一个交亭的一个分享和一个沟通 一个温暖的一个空间感受 在这个家庭聚会的空间里 刘宗亚则更多的关注功能的设计 除了在一个交人 分享 沟通 看电视以外 在他的后面 设置了一个中岛 当中岛的旁边 一个隐藏的一个门 当你推开的时候 里面是一个中处 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一边做饭 一边和交人 分享一些生活的一些快乐 和一个趋势 在这个家庭室的一角 刘宗亚还利用阳台 设计了一个超现代的阳光房 我们采用了非常多的一个白色的一个台板 作为整个花房的主要构产 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里面 你试想 阳光穿过花房的时候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而且的话呢 当植物摆放在这样子 白色的一个台板上的时候 它将是一个像漂浮在空中的一个状态 非常轻易 我们从起居室看过去的时候 它会有像一个晶莹剔透的一个盒子 相信在我们整个空间 让你仿佛自身于另外一个时空的感受 当你进入整个空间的时候 围绕你满天的线条和轻盈的植物 你仿佛让你自身另外一个时空 另外一个空间的一个轻盈的一个感受 此外 在主卧室的设计上 刘宗亚也是别出新材 主卧室采用了深色的材质 让整个空间更加低调 内面 主卧室的卫生间 我们采用了一个新型的材料 贝克的一个马赛克 它做成一个旋转的一个移门 这样子的话让整个空间形成一个内外有变 同时的话它也可以打开来连接两个空间 使整个空间更加丰富有趣一些 其实在整个空间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 我们仿佛自身于传统的一个住宅空间 墙上的铜支捞手 它是由手工驻扎而成 当它和背景墙的木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自然地体现出一种沉稳 古朴的一种自然感受 整个空间我们定义为一个现代宗室 可能你看不到整个空间里面 有过多的一些符号性的装饰 但是我们认为 中国人对宗室的理解 应该是一个内心的 应该是一个传承的 而且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审美的一个特点 就是寄情于物 我们用油画的方式 来去表达我们中式的一个传统的人文情怀 从而去体现出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些追求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传承 在我们的整个空间里面 得以一个体现和一个表达